现在要谈到就是种植这个凶室的时候 有一些咱们朋友们就是反应 就是说这个花絮做出果之后 它单独就是又抽了一个头 而且新长的这个头 有时候也会做出果 而且很小的一个果 这个很多咱们朋友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第一个就是缺棚了 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们 这个一旦花椒风化做出果以后 咱们往往会使用高甲肥 但是咱们朋友们就是基本上这个高甲肥用的很过量 一亩地 比如说原来正常应该使用到这个30斤左右 但是有些朋友们会用到40多斤 这个是甲过量 氮肥过量、甲肥过量 都会以致这个棚肥的一个吸收 我们就要是从苗期开始 我们适当性就要补充这个棚元素 我们在充肥的时候可以适当性的 比如说一亩地 我们需要用30斤的这个肥料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去加入这个半斤的烹纱 就是每次吃肥的时候 空的在半斤左右 就可以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天气高温 干旱 比如说温度上到了34度 33度以上 那么我们呢 中午 这个我们在11点左右 到2点钟之间 那么我们可以上遮阳网 稍微给它遮一下阳 第二个呢 我们看土壤的这个湿度 给它及时性的这个浇水 给它来增大这个湿度 这样子呢 才会就是减少咱们 从这个花碎这个位置 又重新上了一个桃 这个呢 实际上 一定要分清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